老师如何发现自己的长处 工作两年了 感觉啥也不是 怎么办 在上班时间内 公司上班 这个建议做业务的时间 买股票做业务嘛 这个我不建议 因为你一个工作都做不好 你不要尝试做两个工作 然后想迎合就业市场 找高工资的工作 结果很纠结 凡是找高工资工作的人 都找不到高工资 你因果颠倒了 所以老板做事 只让他做错怎么办 老板对我上市信心 成长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下面我同意给大家回答 第一个我想说是什么呢 我们看沙征和猪八戒 沙和尚 我们看孙悟空 我以前和大家聊过 唐生这个团队 最先跳槽的 是孙悟空 因为他认为老板笨得要死 后来是被八戒又把他请回去的 这个你们明白 如果孙悟空不回去 他还是花果山一猴子 最多一个体小老板 带领几个猴子 但是孙悟空这伙计他心是不死的 他认为他驱才了 因为他在海外留过学 回到他那小山村做个个体户 他是不愿意的 然后后来八戒又把他叫回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最容易跳槽的是孙悟空 那你怎么办呢 跳错了怎么办 跳错了再回去 你虽然看你老板什么东西都不是 但是唐生具备老板最大的数字 什么数字 目标清晰 目标远大 然后意志坚定 就这个就够了 其他不需要 刚开始孙悟空没明白 后来明白了 然后我再说八戒和沙和尚 八戒你会发现这伙计 是一个智商很低 情商很高一伙计 所以在座的女同学们 你会发现 你们都喜欢猪八戒 这是让我死活想不明白的事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孙悟空 你们老喜欢八戒 八戒还这么花心 但是他就招女人喜欢 我在课堂上做过调研 我在这就不调研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八戒的智商低 但情商高 女人缘好 但八戒最大的不好是什么 没有理想 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回高楼庄 他的毛病特多 还调戏一著名歌星 在现在这个年头就一渣男 这个沙和尚你会发现 所以智商不高 情商也不高 就是老实八交的伙计 结论是什么 这几个伙计最终 跟着老板 等到公司上市 每一个人都功成名就 所以我想说 各位 你会发现 这几个人跟着老板 跟一草根老板 一个很小的中小企业 最终功成名就 你会发现 就一个事 如果你智商不高 你情商不高 你有没有特长 你就跟着老板往前跑就好了 对 选择大于努力 你看看任何一个公司 真正笑到最后的 往往不是最聪明的 因为最聪明的人 太多的像吴虹一样都跑了 回来的毕竟是少数 你不相信你们看看 跟着老板一路创业的 最先跳槽的 他奶奶的 一定是自认为最聪明的 最终成了公司核心的 即便不是核心 让老板特信任的 做了一个一般岗位 但是不需要创新 又很重要的岗位的人 一定是跟老板最久的 你包括马云的斯巴罗汉 你要知道 真正牛的人也就那几个 大部分人是陆陆无为 是一般的 但是他跟马云事件长 就够了 有人比如搞技检 有人搞治检 有人帮马云杀人 就够了 都需要像孙悟空这样的人 孙悟空这样的人 一两个就够了 大部分人干别的事 你比如做后勤 做治检 管食堂 做监察 做审计 做监察 做治检 一定是劳员工 新员工玩不了 第一新员工老板不信任 第二是新员工 你不了解这个企业 背后的猫腻你玩不了 好吧 所以你认为如果你笨 你智商又不高 情商又不高 各方面又不专长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本事 就是顿感力 就是大之若语的那种顿感力 你认为这老板 别的毛病都多 你比如说这个唐生似的 毛病特多 连女人和妖怪都分不出来 见了女人都认为是美女 见了妖怪也认为是美女 在一般人眼中 这种老板是个弱智 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会鉴别这种老板 目标鉴定 目标清晰 目标远大 一直坚定这种人将来是能成事的 你跟着他跑就好了 哪怕是他短时间内 连工资都发不下来 哥们就不要怕 你们一定要有这种智慧 泰山光临区院跟着我这帮人 一定有这样的人 我不方便说 因为一半我认为 离开我的都是很优秀的人 但优秀的人跟你不一定长久啊 因为任何一个草根创业 刚开始都很很落魄的呀 都很落魄的 稍微你手下有聪明的人找跑了 谁跟你呢 所以 剩下的一些 虽然不是太聪明 但是他和我共国换难啊 那我就说一句话 我养他我就愿意 你没和我共国换难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跟着我找来的那些 他就股份就多 股份多不就是可以不干活白拿股份吗 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通过这个比喻 我认为自认为聪明的人都离开了 自认为笨的人留下来了 大之若愚 自认为笨的人真笨吗 所以我就刚才想说的这些事 就是当你认为 哪些方法不行的时候 你要有一定的顿感力 就是大之若愚型的 在这待久了 你想太阳光线 你工作两年就有股份 你工作两年就有股份 然后因为这个分点 那个分点加在一起不很多吗 我那个小徒弟工资才七千多 但是他的总收入超过三十万 他不就是有工资 有奖金 加上分红 是这回事吧 那加在一起 他不就很多了吗 你别着急 你慢慢来呀 就这一点点 结论就是一个组织 需要各种类型的人 不是都需要顶尖级聪明的人 你就看看唐生团队 都很聪明 对老板来说是很麻烦的事 有干活的 也有看吆喝的 什么鸟人都得有 才能一个团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刚才我说的 如果你认为 你的能力不是那么光鲜 我建议你大之若愚 有现在最智慧的一个力量 叫顿感力 你只要相信这个老板 相信这个组织 跟着跑 你别掉队 你比如有一个创业团队 创业团队里有一个人 姓邓 这个不说你们都知道 他是各方面能力 都很不出众 然后最终这家公司 上市的时候就排不上号 连前一百位都排不上 所以刚开始公司创业的时候 怎么办呢 长征的时候就跟着走 别掉队 最困难的时候你别掉队 在太阳山的干什么 跟着吃苦 因为打仗用刘伯承打 用不着他打 然后上市了之后 和老板关系就不好 被老板弄个三起三落 这时候怎么办 跳槽 哪能跳槽呢 跳槽不就以前 以前的辛苦 就白辛苦了吗 那怎么办 等待 那为什么等待呢 因为来得完 他不年轻吗 来得完年轻 他不就死得完吗 这不就很简单一个逻辑吗 资格老的都 资格老的都没了 那剩下不就你了吗 排队也排上你了 这不就是我说的一句话吗 当你认为笨的时候 你把身体搞好 然后熬 熬 熬熬的不就搞没了 熬出结果了吗 最后那个加拿大的总理 特鲁多 就问邓 你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 邓叔就说俩这 人呐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的 所以你就判断一个组织 你这个你要会判断的 如果你连这点能力都没有 那就很麻烦 一会儿我讲 女人找男人 都一个道理 就是一看就大型不拒小街 大方向对 就值得跟 你比如这个行业没问题 这个老板的心胸没问题 大方向没问题 那你就忍了 你千万不要追求一个完美的人 没有完美的人 对吧 你要挑老板的毛病 你放心好了 都不是东西 我结论再告诉你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都是你们女人 哪个没说过 你要看他这个 不阳光那一面就毁了 那你天天骂就行了 包括老于 新东方于明洪 老于他自己说 他在班里成绩非常稳定 稳定到什么程度呢 还不是老于说的 王强说的 他那个第三号合伙人说的 老于大学是成绩非常稳定 稳定到什么程度呢 就一直倒数第一 连倒数第二都没得过 所以让王强非常佩服 因为王强是他的班长 学习成绩非常好 他没想到老于成绩如此稳定 但是你会想到这种人 你会发现 他成了王强的老大 成了徐耀平的老大 最后王强很佩服他 为什么佩服他 这伙计有胸怀 让我一直坚定 他天生是领袖式的人物 只有王强没有说 他智商很高 对吧 他没法评价 于明洪的智商 于明洪的智商比他差远了 但是他有两个好 就是胸怀好 一直坚定 这个就够了 然后最终你会发现 王强和徐耀平 跟着老于 功成名就 这就是我想说的 如果你明白的话 大肆明白的话 剩下的就是跟着跑吧 你像说个儿癌怎么办 跟着跑 命不好怎么办 跟着跑 我在那个资厂事发展中 有几句话 我给你们念一下 人生这辈子 是需要规划和耕耘的 然后方向明白之后 他需要坚持和坚守的 如果这个你不做 就没一次了 而且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最困难的是什么 就是对聪明人 挑战最大的就是 你要耐得寂寞 你要抵抗住诱惑 这个是最难的 这个男人犯错误啊 往往都是因为 抵抗不住诱惑 这个女人犯错误呢 往往是耐不住寂寞 所以人这辈子 不犯错误很难 这个我一说 你们一定会和我产生共鸣 特别是在男女方面 你们都应该有 丰富的经验嘛 所以就不要客气啊 你就知道 它很难 所以通过这个结论呢 我们不是没方向 是过程中 我们容易走弯路 我们也并不是没机会 所以这个过程中 你在哪呢 你自己要淡定 你自己要经得起诱惑 比如太阳王兰宣 他毕竟是个学校 他见的人多 见的老板太多 你明白 就是稍微优秀一点 就有人忽悠他 哎呀你到我这吧 然后我给你多少工资 然后我给你翻多少倍 你看这人这辈子 男人女人会一直会面临诱惑 你越优秀诱惑越多 而且你越优秀会越寂寞 你寂寞的时候 越要考虑你的定力 对呀 唐生这方面就没顶住吗 这个没有办法 孔子也没顶住啊 你怎么办呢 当然是偶尔犯点错误 可以理解 因为人都没有完人嘛 我只是通过这个给你举例 通过这个举例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 不是没机会 是因为我们容易走弯路 我就说这一个事 如果再具体的我想说 就是你们好好看看 我的资厂事发展 和泰山工作方法 我那个课里边 我从来没有说过 你笨不行 你情商地不行 没这一说 我只告诉你 如何把事做对 这是最基本的 比如刚才这个伙计 老说是啥意思呢 老是把事做错 老板对我失去信心 这就是第一 我不想说 但是不想指责你们老板 这是你老板没培训好 但是你不能 愿每个企业都有完善的培训 不能都和泰山馆的愿 这个很难的 比如我的泰山工作方法 你们想犯错误啊 概率真的很低 因为你犯不了错误 你哪怕是今天刚上班 你也犯不了错误 我给你讲几个 第一 充分准备 那你说我充分准备 不一样的 我要求你不管怎么准备 标准要一样 叫充分准备 那你认为准备一个小时 叫充分准备 他认为准备100个小时 叫准备 这不可以的 凡是不能统一标准的 都不能管理 我的标准是 充分准备 因为我有作业手册 让你充分准备 比如明天上课 我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 书啊书包啊 笔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学生的接待啊 酒店啊 老师的接待啊 他有N个表让你填 所以那叫充分准备 你不准备 你也在准备 你错不了 还有一个 那如果准备了 准备了也不行 你要先给我彩排 比如明天上课了 你要先给我彩排 彩排就怎么彩排呢 学生到多少 没到多少 明天晚上下大雨怎么办 明天老师 办到堵车上怎么办 你全部给我彩排 所以你 你放出我的这种概率 这俩加在一起 它就少了百分之五十吧 比如我到泰山管理论坛 我要求的怎么办呢 这场论坛 你比如请一个名家 你比如张卫营啊 毛老了 讲两个小时 你要给我彩排两个小时 就是你模拟一个人在讲 你给我模这么个彩排 你比如他讲了二十分钟 需要喝水 你什么时候倒水 会场多少温度 会场多少人 百分之百三百 这还没完 然后是什么 第一责任 你负责老师 你负责老师几点来几点走 全程你负责 那你说我有别的事 我能不能交给别人 你交给别人 也是你承担责任 这是你看第三个 再错的概率就变小了吧 所以你们就老问 我做院长是不是管别人 不管别人 因为我是管理的 我是资源 你比如来一个所谓的名人 你院长得出面吧 他拿那个表就告诉我 院长你几点到几点 跟着我接老师 跟着我在酒店等老师 几点到几点 跟着我到房间陪老师吃饭 他就给我一个表 理解这个意思吧 然后他就提前几分钟 给我发信息 到没到 到没到 所以我就非常简单 我就拿一个表 几点陪老师吃饭 几点这个台上致辞 然后几点送老师走人 你送老师走人 你得打个招呼了 我不一定非要送到机场 我得打个招呼 是不是非常清晰 所以你们别老认为 我是管理者 我不是管理者 我是资源 所以这时候 这时候各干各的 是不是就轻松 他根本就乱不了 他怎么会乱呢 然后几点给几点 给老师征送礼物 几点给几点 让老师给太阳王的学生留言 都说得非常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人 几点到几点 负责照相 然后你不照相 几点负责老师给引路 你别把学生 把他围起来了 光忙都签字的 不去讲课怎么办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他怎么会乱呢 第一责任说完 之后还没完 我要双重确认 因为人他会忘的 就是人一走时 他会忘的 双重确认 双重确认怎么办 双重确认说 他没给我确认 那不可以 为什么 主动沟通 你不能等别人给你确认 他不给你确认 你和他确认 然后最后是 所有的给我留文字记录 你至少带有违信记录 然后事前的准备给我签字 所以各位 你算算这几个 你算算这几个 你告诉我 你怎么会错 充分准备 百分之百的彩排 主动沟通 第一责任 双重确认 你告诉我 你怎么会忘 你都忘不了 那你说我上千人的论坛 谁管 谁都能管 他就几十个表格 然后告诉我几个岗位 几个分工 几个分工 说完之后就告诉我 你这三张纸 你就五张纸 没有了 他背后你可以理解 就是工程师思维 就是流程 就是工程 所以你们老说的工作 我一再说 我们新员工到企业 一定给我干上一个事 别犯重复错误 老板最触头的 就是重复错误 你第一次说 他提醒你就好了 你要再错 老板就心里发毛 他就给你下一个人设 这人不靠谱 他一旦认为 你不靠谱 他就不敢给你交代大事 不敢给你交代大事 这辈子你就完蛋了 这辈子你没机会了 所以我的泰山工作方法 成了很多企业 必须培训的内容 但是你们落地很难 落地没个三五年 落地不了 我还有很多学生给我悬摇 他把那几个字 贴到的公司 贴到墙上当展板用 那是对的 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你们刚到职场 头几年 这两个课一定要学 如果您是老板的话 这两个也要学 特别是泰山工作方法 在你企业推广 我的职场事发展很简单 你让员工学 比你给了员工说管用 因为我说他信 你说不一定信 这个人就这个是毛病 包括我公司 我泰山管理学院员工 我苦苦薄薄薄给他们说 他们不一定信 这也让我很无语